我们很努力做到最好我们可以的努力 我不光为我自己耕种这片土地 也是为我的孩子们耕种这片土地 我们现在在耕种 我们也必须保证在20年或者50年后可以继续耕种 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有机会耕种 他们是否这样选择取悦于他们 这是我无法为他们做出的决定 但是希望到时候他们至少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家族已经拥有这个农场近100年了 很多时候你会想为什么自己会选择种地 而没有去其他行业 耕种压力很大 因为这涉及许多财务决策 所以很多农民没有坚持下来 虽然耕种艰难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抚养我长大的 我也以这样的方式抚养我的孩子长大 不管怎样 我们都尽力做到最好 我和我爸爸叔叔和堂兄弟一起耕种 我们种约3000英亩 我们大约一半土地种玉米 另一半种大豆 我们今年大豆单产 有些介于每英亩25到30 也有的到50普世儿 我们农场历年平均大豆单产 大约在每英亩45到50普世儿 今年的产量略低于我们的预期 但因为今年8月的干旱 我们还不知道最终的产量会是多少 我们不是这一片第一个收割大豆的农场 我们有一些邻居已经开始收割大豆了 因为我们要先收割玉米 所以我们不种短季节的大豆 导致大豆收割较晚 这几天我们开始收割大豆 它们因干旱和品种的原因成熟较早 今年几乎所有因素都很完美 但上个月的干旱影响了我们的高产 尽管如此 品质肯定有保障 豆粒虽然小了一些 但它们依然是非常好的豆子 疫情影响了我们所有人 我们饲养牛 但因为疫情的影响 这已经不是我们是否可以饲养牛 或者市场是否可以接受牛的问题了 而在于屠宰场是否可以宰杀牛 之前每头牛有损失200美元 直到夏天的时候 牛肉的市场才开始有所恢复 我们非常欢迎贸易团队和所有人来访问我们的农场 我们很乐意展现我们的农场 也可以带大家一起开收割机 我们很高兴可以展示我们的业务 我们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